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语第四册的第七课了 这就是Lesson 7 BATS 这个讲蝙蝠回声定位 这么一个有趣的科普性质文章 这个科技说明文呢 也是我们四册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体 而且在我们这个各种考试 像考研呢 什么四六级啊 托弗雅思植而易啊 在阅读真题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书大家要注意 这个词息来听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端语部分 请打开书 page 42 四十二页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看看生词和端语部分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动作快一些 四十二页 read after me bet bet strictly strictly util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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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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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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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pse elapse how how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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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ipt receipt apparatus apparatus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在美国呢 有的时候把那个中读的a读成a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发音我们也会听到 再来遍 apparatus apparatus 当然读快了之后 在美人中这个t 往往会轻轻触发着d的声音 读成apparatus apparatus 我们知道跟英识发音的apparatus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单词 咱们后走 show show herring herring cord cord squeak squeak 好了 这是这颗书的声词和端语 下面呢我们同样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实用主义的 当然这个词做名词 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实用主义者 都行 跟老师大声来读一遍 utilitarian utilitarian 实用主义的或者实用主义者 这个词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英文解释 就是究竟什么叫实用主义的 大家注意这个略微有的时候有点贬义词的味道 utilitarian means designed to be useful rather than attractive 这个被设计出来之后呢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用 而不是为了好看 不是为了吸引人 就是呢 有的时候呢 即便丑陋一点没关系 只要能用 生活中能用就行了 就侧中实用的 有的时候有贬义色彩 来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ugly utilitarian buildings 是确非常实用的一些建筑 像中国很久老旧的居民区里面那些老楼 就是看上去土了八戒的 但确实能住很多人 但是就不重重什么 像欧洲 哥特式的建筑 拜镇庭式的建筑 罗马式的建筑 建筑风格多样 它美观大方 但是很多的一些建筑 就能住人就行了 这是稠陋的 仅仅为实用的建筑 还有些 utilitarian furniture 仅仅为了实用的家具 就是能用就行了 能闯很多东西 至于这家具 什么外观 什么雕刻 什么去装饰的美观 这个不考虑了 能用就行 实用的家具 像很多咱们大学的宿舍楼里 宿舍里面那些家具 就是纯粹为实用 能有个床 能睡觉 有柜子能放东西就完了 叫做实用主义的 但是这个词做名词 有的时候也表示 实用主义者 发音拼写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词为什么专门讲一下呢 这个词有重要的字根 我们看到它后面有个 这么一个评写 叫terian 出现这个terian这个字根呢 一般就表示 某个主义的当形容词 当名词来用 就是某某某主义者就好了 这个utilitarian呢 前面其实出现的是 一个名词utility utility这个词 可以当抽象的名词来用 就是有用或者实用的意思 以下一个东西的实用价值 可以用utility空格 再加个名词value utility value 就是实用价值 我们把实用 有用这个名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utility utility 所以拼到一块 变成了utilitarian 表示实用主义的 或者实用主义者 这个就特别好记了 有了字根之后呢 咱们相关的很多词 可以同时记住了 比如说我们类似的看一个 素食主义的 或者素食主义者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vegetarian vegetarian 前面这个vege 就是来自于vegetable 蔬菜 吃蔬菜不吃肉了 素食主义的 或素食主义者 在那边 vegetarian 但是注意中间这个字母 这个字母e 它本来应该发一个 这个声音 但这个e是不发音的 我们看字典里面音标 旺体字运刷 旺体字运刷表示理论有 但其实不能读出来 就像蔬菜 咱不能读成vegetable 而是vech vegetable 不是vegetable 这个老师都会读错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vegetarian 素食主义的 或者做名词是素食者 I am a vegetarian 比如说我信佛教 我吃素 就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后面这有一个词个比较大 叫totalitarian 叫做极权主义的 或者极权主义者 不给我管呗 total 是完全的彻底的 完全把这个权力夺过来 绝不放权 叫极权主义的 或极权主义者 注意我们的这个发音 可能老师大声那边 中间这个字母 一发 这个声音 慢慢来 totalitarian totalitarian 极权主义的 或者极权主义者 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Germany was once a totalitarian state 这个德国曾经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 在当年二战期间 在 Adolf Hitler 希特勒当政的时候 是个极权主义的国家 可以这么说 极权主义的 还有呢 你看 humanitarian 还有egalitarian 这里边 后面都有这个 t-a-r-i-a-n 这个篇写 左边这个呢 大家可能更熟悉 它当形容词来用 就可以表示 人道主义的 当名词 就是人道主义者 这个我们在生活中 用的很多 这个用的很多 我们说人道主义的帮助 humanitarian aid 再叫A-I-D A的那个帮助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人道主义的 或者做名词 人道主义者 大声那边 humanitarian humanitarian 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后面这个词呢 叫做平等主义的 或者平等主义者 就认为每个人呢 都有相同的权利 前面这个E-G-A-L 大家看是不是 从拼写 特别像equal 就平等的 那把这个字母G 把下面那个拐弯 称直的 不就变成Q了吗 特别像那个equal 这个词 放在一块 叫平等主义的 或者平等主义者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Egalitarian 平等主义的 做名词是平等主义者 同样看例子 an egalitarian attitude to voting 对于投票的 一个平等主义的 这么一种态度 就投票 男女老幼 都应该有平等的 投票的权利 这叫Egalitarian 这是重要的 这个实用主义的 实用主义的相关 这几个搭配 相信大家 把它弃起来 就会更快一些了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